廖老大講的嘛 全台灣目前最紅的 最難喝的就是關飲料店 開不到兩個月收店 氣到旅盤 整間店被撞到 你自己撞喔 哎呦 哎呦 那也是錢耶 你店名現在改名叫什麼 阿這個放棄了 廖老大講的嘛 全台灣目前最紅的 最難喝的就是關飲料店 阿翔 所以你是加盟他的飲料店 他加盟的 對 你加盟他 照理講你們是互為表力 合作關係 存亡此函 怎麼可能他講你的難喝呢 他沒有來過我們店裡面喝過 對啊 大總 我知道你們這個難喝 因為之前有過節 因為他們貨是跟 他們指定的廠商叫貨 那相對我們杯子要跟他們叫 杯子跟他們叫的情況之下 廖老大就 就不給我貨 無人員我傳訊息給他 他都不回 他過了好幾天才回 讓你們在生意上失去商機就對了 對 你的飲料店真的像那個說的 真的在拍你嗎 比早餐店還難喝 早餐店 哪一家早餐店啊 我是吃飯看看 喔 甜 因為現在尷尬的就是 萬一真的不好怎麼辦 怎麼收拾 心痛的感覺 阿娘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收拾 他現在已經沒有加盟了 好緊張 我們還特別買料大的飲料 這個就是炸雞 這是別人做 我們喝看看 炸雞 炸雞的 對 巧克力 我講真心話 不難喝 但是飲料也就是這樣 它能飛天燉地 巧克力奶茶嗎還是什麼 是隨機的 炸雞是隨機的 因為像這個 像這個阿娘 它就是冰度跟甜度是固定的 然後如果有人 像我可能就覺得太酸了 那可能就是 我就剛好不適合我的口味 結果你開了飲料店 直接開了幾個月就收掉 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你不是要掉下去 是不掉 我換一把牌就做了吧 你現在來換一個品牌了 因為它 它在直播上有講說 飲料湊酸 珍珠跟碗粿一樣 但是它有講 你改賣碗粿嘛 這也是一招啊 你這個店還是在 開在觀音那裡的 對 當然換一個品牌 大家以何為貴 這個事情後來怎麼收藏 因為它說湊酸之後 然後群組就開始有報運聲 報運聲最大聲的 就是我們的幾家 它就針對了 所以我是泡醉胸的 跟它之前有過節 然後 可能是這樣 生意好嗎 生意一個月大概五十幾萬 但很好 對啊 很好 你會在乎嗎 2.5個薪 不會在乎 反正生意好就好了對不對 對啊 生意好就好 反正被罵習慣了 不是被罵習慣了 這樣怎麼說 2.5顆你還不塗改進對不對 開不到兩個月收點 氣到旅盤 整間店被罵掉 你自己罵嗎 主要是他提供貨給我 影片耶 你自己罵 這是你喔 我兒子 我兒子自己罵 我把他卡住這樣就對了 哇 這個 阿娘的 直接這樣子 哇 阿娘的 那也是錢耶 你店名現在改名叫什麼 最難喝的飲料店 什麼 最難喝的飲料店 太急放棄治療了 阿這個放棄 他這個叫什麼 反其道而行 反正因為他這樣就紅了 對 所以你看 慢慢的也做出自己的口碑封閉 涼涼沒關係 2.5顆 期待你們未來可以到五顆星 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2.5顆給人家太過分了 是我的角度 最少也有四顆星 你有養得 竟然會變成 一顆星